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此次访问将是十年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也是中方面向欧洲的又一次重大外交行动 据新华网报道 外交部副部长王超13号在中外媒体吹风会上介绍 习近平主席的访英之行包括伦敦和曼彻斯特两座城市 在伦敦期间 习近平将出席英女王主持的国事访问系列活动 他将与英国首相凯维伦会谈 会见反对党领袖 会见议会领导人 并在议会发表讲话 出席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并发表演讲等 在曼彻斯特期间 习近平将出席市政府的欢迎宴会 参观科研和商业项目 商务部部长助理张继介绍称 习近平主席访英将取得丰硕经贸成果 涵盖众多领域 中英将以高铁 核电 金融项目为切入点 推动双向投资合作的深入发展 以往的话我们看到领导人可能会同时对几个国家进行访问 进行一系列的访问 但是呢 像对英国这次国事访问呢 是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邀请下进行的 那么也显示出中国对发展对英关系的一个高度重视 尽管它是一个国事访问 但它承载着继续发展两国关系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谋划或者是一个外交活动 所以所谓的点穴式外交呢 就是要突出中英两国现在的密切关系 同时呢为中英关系的未来呢 定这个相关的这个路线图 所以这次点穴式访问呢 应该是就是对英国一次性的访问 而对于目前的中英关系 英国首相凯明伦曾这样描述 2015年不仅是中英关系的黄金年 而且未来五年要达到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 过去十年 中英高层交往频繁且逐步机制化 令中英关系在近年来是入快车道 在过去三年中 中国对英国投资年均增长85% 所以英投资额是前30年总和的三倍 从目前来说的中英关系 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呢 应该是在国际关系当中 是最高层次的这样一个安排 从政治角度来说 作为联合国两个常理事国 两个国家在地域事务 在国际事务的合作呢 还是非常密切的 那么从经济角度来看呢 我们更看到了中英两国 最近这两年的合作呢 确实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比方说人民币在伦敦呢 应该是最大的离岸交易和这个金融中心 人民币呢 也是这个在英国最大的外国债务债券的 这样一个只有人 我们也看到今年三月份 英国率先带头提出来要加入亚投行 作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 这也是打破了包括美国在内 企图阻挠中国在亚投行建设方面的 这样一些图谋 也说明英国对于中国加强经贸领域 金融领域的合作呢 也非常重视 所以这个黄金或者是这个新的时期的 这样一个友好关系呢 我觉得对中英两国来说的话 从政治经济 以及各个方面的这种发展呢 都是非常必要的 卡梅伦用这样的形容来描述中英关系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恰当的 另据英国路透社10月14号报道 在习近平访英前夕 中方表态希望欧盟维持统一 并继续在世界舞台发挥重要作用 英国将于2017年投票决定是否脱离欧盟 对此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表示 中国与英国和欧盟都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 中方支持欧盟一体化进程 希望欧盟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进入今日中办环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号宣布 把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 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对此 日本政府强烈的抗议 并发出减少甚至停止向教科文组织交纳会费的威胁 今天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召开会议 提出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向教科文组织继续提供经费 并打算于近日正式提交 就南京大屠杀档案 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一事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13号两度表态 先是高调证实 媒体有关日本考虑停止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经费的消息 然后又强烈要求该组织进行相关评选制度改革 而今天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就召开会议 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 列入世界记忆遗产一事做出决议 提出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向教科文组织继续提供经费 并拟于近日正式提交 日本那么作为一个就是联合国这种成员国 那么也是教科文组织这样一个成员 那么可以说那么做出这样的一个 像政府施加这样的一个压力 这个的话在国际社会上 那么至少被很多国家看来是不耻的 那么有一点点输不起的意味在这里 本身自己的主张就不正当 那么当国际社会接受了中国的这个声音项目以后 日本居然做出这样的一个威胁 那么可以说让国际社会有点怀恩 因这样的一个举动来讲 事实上和日本那么以往向国际社会 所做出的这种承诺是完全相悖的 那么可以说日本在阻挠中国这个声音项目失败以后 那么表现出来戏敌败 恼羞成怒的一面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13号表示 日本对教科文组织进行公然威胁 令人震惊 完全不能接受 日方可以威胁消减 对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经费 但是日方抹不去的是 它历史上的污点 而且只会越抹越黑 据环球时报报道 就在日本不满情绪空前高涨之时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 13至14号两天访问日本 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 谷内郑太郎对话 14号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会谈时 就中方申报南京大屠杀档案 登陆世界记忆遗产一事表示了遗憾 杨洁篪则进行了反驳 与此同时 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公民党党首山口纳金南 13号启程访问中国 据日本媒体报道 山口携带了首相安倍晋三的亲笔信 将与中国高级别官员会面 访问的目的是改善日中关系 对于日本来讲 我觉得应该放弃一个幻想 就是在中日关系 那么耍计谋 那么玩伎俩 如果这样的手段 那么试图欺骗中国政府和人民 那么这样的做法肯定是碰壁的 那么中国之所以还在和日本之间保持的质量的沟通 那么还是希望那么公民之间的关系 在合适的时候 能够得到一个改善 那么就是一个友好的期待 但这样的一个友好的期待 并不是说 日本通过一些小的伎俩 就能够蒙骗过关的 那么这一点 日本方面应该看得清清楚 就是中日之间关系改善的关键 那么是日本政府放弃以往错误的做法 错误的认识 那么在发展中日关系来方面 我们拿出一个真诚的举动 真诚的态度 而这一点 那么才是改善中日关系的一个关键 另据报道 日本冲绳县真实汪长雄志 13号正式撤销对美军 普天间机场搬迁目的地 名户市边野谷沿岸的填海造地许可 根据日美政府2006年达成的协议 普天间基地将搬迁至边野谷 因为冲绳民众不堪驻日美军骚扰 强烈要求关闭普天间基地 美军离开冲绳 据日本工农社报道 防卫省当天将向国土交通大臣提出不服申诉 要求采定翁长雄志的决定无效 国土交通大臣将在一周内推翻翁长雄志的决定 若决定遭国土交通大臣推翻 冲绳线方面可能准备向法院起诉防卫省 双方争议将进入司法诉讼阶段 另有外媒称 日本将参加印度和美国海军 在孟加拉湾举行的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 中国对此作出回应 中国没有那么脆弱 不会受到该三边军演的影响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在北京演播室的时评论员宋小军 和在台北演播室的时评论员张又华 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宋小军先生 美日印三国的马拉巴尔军演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质跟规模的军演 日本在这个当中又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应该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升级的一个演习 因为原来日本不作为一个常态的参与者 更多的是美国和印度 美国和印度在印度洋方向进行演习 主要是美国提出来的印亚太的概念 也就是说美国的所谓的第三舰队和第七舰队 不光是要负责太平洋地区 还要负责印度洋地区 这样他们就跟印度走得比较近 特别是在小布什时期 在这个时期他们进行了一个海军的常态化的演习 应该说更多的是浮在表面上的 作战的性质不是太强 因为两国海军的实力相差太大 但是日本自开始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 它如果加入作为一个常态化的加入 那么它的作战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 它可以在印度洋方向使用武器 比如说对海攻击 特别是反潜作战 日本会有很强的一个作战能力 而且跟美国配合的也很好 这样的话 他们从政治上要把印度拉进来 尽管印度海军的训练水平跟他们相差比较大 但是从政治军事同盟的这个角度上来说 他们是非常希望印度来加进来的 13号日本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 正式叫停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预定地 边野谷的沿岸填海造陆许可 同一天 日本政府表态称将继续推进相关的工程 双方很可能发展到法庭交锋的紧张状态 尤华兄 根据您的研判 依据日本的政治生态 地方对抗中央最终能够获得成功吗 我先讲普天间基地 普天间基地我去过 现在美国在琉球群岛 它要放一个丝的装备 它现在已经放在了下地岛 未来而后美国的空军跟陆战远真理 虽然陆战远真理一部分要迁到关岛 另外一部分要迁到澳洲达尔文港 但是它还保留了远真理的基干 所以这些问题如果不去解决的话 美军在琉球的机场 甚至于美军在琉球的运输 都已经受到了极大的牵制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琉球群岛 当琉球知事要跟日本政府 进行所谓的法律抗争的时候 确确的说 确确的说过去不是没有 但是都没有结果 从民主党政府到安倍政府 各位去算算看 这个长达将近六到七年的时间内 这个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 显然这个问题会拖下去 地方抗争中央的结果 我看还是没有答案 我们做一个假设 如果美军普天间机场 不能够实现搬迁的话 两位认为这会对美日同盟关系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日本的普天间机场的搬迁问题 现在基本来说 已经达成 至少从纸面上 安倍政府已经确定 除非安倍政府下台 他一直在推进这件事 而且给美国也做了保证 如果说普天间机场的搬迁问题 解决不了短时间内 确实对美日之间的关系 会有一些影响 但不会太大 因为美国从冲绳 把陆战队调走这件事已经确定 那么一部分去澳大利亚 一部分去关岛 还有一部分去夏威夷 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 那么在整个普天间 冲绳的普天间 要迁到边缘湖这件事情 对美日两国的政治关系 会有一定影响 从军事上来说 日本基本已经被推到前沿了 那么这个事情 主要是一个政治层面的影响 但是从军事配置来实施 美国领导下的澳大利亚 日本几个国家的亚太再平衡的战略上来说 影响并不是应该说是颠覆性的影响 达不到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稍后再继续做请教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战火中的叙利亚 据环球时报报道 美国国防部13号宣布在叙利亚的新计划 向续反对派空投50吨武器 支持其攻打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而在美国向反对派空投武器的同时 叙利亚政府军在战场上正节节胜利 叙利亚军方13号发表声明说 在俄罗斯的空袭配合下 叙利亚军打击恐怖组织的地面军事行动 在多个地区取得重要成果 收复了位于北部的阿勒坡省 拉塔基亚省和中部哈马省的13个村镇 据环球时报报道 美国国防部宣布 已向续反对派空投了50吨武器 以帮助他们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五角大楼官员称 这次空投为一个新常规现象 联军将根据需要继续展开空投行动 此前美国耗资5亿美元 训练续反对派的计划 受到国内外猛烈批评 因为美国培训的反政府武装 将车辆和弹药交给的极端分子 只有四五个人在叙利亚 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作战 英国广播公司13号称 俄罗斯的接入是奥巴马叙利亚政策 受到质疑 也令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13号在莫斯科记者会上 质疑美国宣布打击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新计划 他表示 莫斯科对美国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的武器 能够落入和人之手 遵有极大疑虑 他说 莫斯科感到遗憾的是 美国仍不愿与所有在叙利亚 对抗恐怖威胁的国家进行实质性协调 并据《环球时报》报道 大批叙利亚民众13号聚集在俄罗斯 驻叙大使馆门前 他们高举俄罗斯国旗和普京画像 感谢俄连日再续打击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军事行动 不过 这样的集会使俄驻叙利亚大使馆 成为极端组织和反对派武装的眼中兵 在续民众集会的同时 两枚炮弹击中俄驻叙使馆 但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事实上 不仅在叙利亚 在整个中东 俄罗斯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行动 受到了民众的普遍欢迎 埃及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穆萨 13号播出了 俄空军袭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画面 在对普京赞不绝口的同时 他也提到奥巴马 奥巴马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太软弱了 美军在那里一年多了 我们没有看到一名恐怖分子被消灭 而在美国国内 奥巴马也同样受到批评 近日 在美国商业无线电视网对奥巴马的专访中 当记者逼问奥巴马时代的美国 在中东节节撤退 普京正对总统先生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时 奥巴马愤怒地宣称 美国的领导力定义与俄罗斯不同 俄罗斯除了出兵外 别无办法 且经济已陷入谷底 奥巴马还强调 我们避免了重大伤亡 并且达到了目的 美国在中东仍有强大的存在 拥有最多盟国 英国每日邮报称 在谈到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时 奥巴马显然是被惹怒了 并且很不冷静 下个话题 我们继续来连线在线上的两位来宾 在北京的宋小军 和在台北的张有华 此前美国一直是通过训练叙利亚反对派武装 来配合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如今为什么改变了对反对派的支持理念 选择空头武器的方式 而这些武器有没有可能会落入极端分子的手中 宋先生 那么这些弹药主要给目前现在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来提供 应该说这是一次刚刚开始的东西 那么将来美军还会不断的向他们提供 因为现在平衡已经打破了 由于俄罗斯的介入 使得叙利亚政府一方 包括黎巴嫩真主党 甚至还有说是伊朗的一些志愿者 占了上风 这个时候美国必须要平衡 但是美国平衡的这个手段 他不可能自己派兵 因为他确实没有能力 那么现在主要是给反对派武装提供弹药 至于说这些弹药是不是会流到极端分子手里 这可以说是肯定的 之前美国的准备花五亿美元 培训这个温和反对派的这个钱 包括大量的武器弹药 已经流到了极端分子手里 他们私下之间都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交易 英国广播公司评论说 美国在叙利亚空投武器这个举措 表明原来训练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计划 已经是失败了 对于这个说法两位是不是认同 两位认为说 这个新的计划 是不是又会重蹈失败的覆辙呢 这一次在空投武器的清单当中 各位可以发现到 美国它其实提供的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 过去它还有提供所谓的装甲 还有所谓的重型兵器 这一次都没有办法 它投到战场的依然是所谓的清兵器为主 它只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叙利亚的反抗军 它有八支反抗军 这里面的组成分子复杂 它究竟是要对抗阿萨德政府 还是要对抗IS 确确的说 他们都已经自己搞不清楚自己的目标 然后这一次我们也看到 叙利亚的军队在俄罗斯的空军 密接资源的状况之下 它收复了13个村落 它也打通了大马士格到阿勒坡的公路 战略公路 这条公路已经打通了 这就是引经说明 美国训练叙利亚反抗军的计划 是完完全全的失灵 这个美国向叙利亚反对派武装 投下了50吨的这样的一个弹药 我觉得它只是一个临时的措施 它现在还没有办法来解决 就是由于俄罗斯的进入 使得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力量 突然的变得一个弱势的状态 现在美国按照它的国防部 这个助理副部长说的 就是先看俄罗斯能耗到什么时候 现在差不多打了这么多天 花了9800万美元了 是不是俄罗斯经济能不能撑住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俄罗斯最后 不能在那里撑很长时间上 至于用什么样的新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美国还没有想好 那么这个办法 肯定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 因为对方很强 而且俄罗斯有强大的武器装备 同时弹药也非常充足 那么你只给反对派武装 投弹药这件事 如果只要这么操作的话 早晚会失败 在叙利亚 甚至在整个中东 俄罗斯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 是受到了民众的普遍欢迎 他们感谢普京 感谢俄罗斯 并且声称 美国是在自我吹嘘 两位觉得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那么叙利亚 我们知道 拥护巴塞尔政府的这批人 主要是他的原来的精英 一部分是占叙利亚人口14%的阿拉维派 那么这一派 他们的老家就在拉塔基亚边上的山区 那么这一派人肯定是死 死死的忠于阿萨德的 那么他们当然对俄罗斯的介入 那是非常的高兴 另外还有一些 其实温和的逊尼派 他们在政府里边 也谋了一些职 还有一些商人 他们也希望 这个整个的情况 尽量平静下来 这样守着地中海这块宝地 那么他们可以做生意 这些人都是来支持俄罗斯介入的 总的来说 他们支持俄罗斯的心态不太一样 有像这个原来政府的阿拉维派的这些人 他们希望俄罗斯一下就把反政府武装打掉 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先稍事休息 广告之后继续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叶清凌 接下来进入盼盼视频热点快评环节 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根据环球时报报道 荷兰安全委员会13号公布MH17航班空难调查报告 2014年7月17号13点20分 MH17航班飞行到乌克兰东部上空的时候 一枚山毛局导弹在驾驶舱左上方爆炸 三名机组成员瞬间死亡 客机在空中解体 机上298人全部罹难 不过这份报告没有涉及哪方应该为飞机遇袭事件负责 也没有说是谁扣动了扳机 荷兰安全委员会认为 这些问题是刑事调查的范围 而报告出炉前的几个小时 山毛局导弹的厂家 俄罗斯的阿尔马兹安泰集团 用各种复杂的图标和统计资料 来证明并非是亲俄分裂分子 击落了MH17航班 而是乌克兰的军队 俄行社13号报道说 俄罗斯副外长李阿布科夫表示 荷兰的这一份报告结论有偏见 是片面的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说 荷兰安全委员会就马航波音客机 乌克兰坠毁事件的调查报告 不能称之为客观 因为俄罗斯方面没有参与调查 对于这个结果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莫盖里尼13号发表声明说 欧盟支持MH17航空空难联合调查小组的工作 支持成立相关有效的诉讼机制 确保认定事件责任方 看来欧盟和俄罗斯各执一词 真相到底是怎么样 还将是一个谜 欧洲正在为谁是MH17空难的凶手争论个不休 而美国的总统竞选活动也是越来越热闹了 根据中心社援引外媒报道 美国民主党大选参选人首场辩论 在当地时间14号晚间在拉斯维加斯举行 五位竞选人就管控枪支 金融监督以及叙利亚危机等问题 展开激烈的交锋 最受关注的还是希拉里·克林顿 他在辩论中信心十足 并第一次对奥巴马进行了批判 在俄罗斯越来越介入叙利亚内战的问题上 希拉里回应指出他将对普京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希拉里说我们必须勇于对抗他的霸凌 并清楚地表达俄罗斯必须是叙利亚问题解决方案的一个部分 在首场辩论会上 希拉里成为当晚出境率最高的竞选人 但接下来的五场 他的表现是不是能像这场这么的抢眼 将直接影响到他的支持率 所以在总统竞选的征途上 对于希拉里来说这仅仅是个开始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著名的撒尿小孩 当地时间10月13号 比利时举世闻名的小尿童于莲小朋友 一袭现代中山装的打扮 亮相布鲁塞尔的市中心 这次小于莲换上这一身时尚又充满东方韵味的行头 是庆祝香港和比利时之间不凡的友谊 高兴之余 小于莲也尿出了一杯杯地道的比利时啤酒 来款待各方的游客 用比利时特有的方式 欢迎人们前来欣赏他的新衣 小于莲已经是第六次穿中式的服装了 此前2014年 布鲁塞尔市政府破例 在10月1号早上9点到下午4点 将位于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小尿童穿上了糖装 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5岁的生日 2009年 以服装出口闻名于事的浙江省 向于莲赠送了皮质的糖装 2010年 成都市的中国代表向小尿童友好协会 赠送了大熊猫新装 包括中国赠送的服装在内 比利时第一公名于莲 300多年来已经获赠了741套的服装 众多到访比利时的国家元首 都曾向于莲赠送代表国家形象的特色服装 所以说这个小于莲 正可以说是比利时与世界各国有益的小使者了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广州 国家办主任张志军与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夏立言 今天上午在广州举行工作会面 双方就两岸关系形势及两岸重要议题交换意见 张志军强调 两岸今又面临道路选择问题 重点在于两岸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双方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排除两岸关系发展的干扰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这次时间要回顾广州历史上 发生的救亡图存运动后指出 一百多年过去 人民对如何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 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摆脱了屈辱的历史 发展两岸关系同实现民族复兴一样 也有道路选择的问题 两岸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在做选择时 您站在追逐实现中方的处理大复兴的逃避 顺利历史逃流和民心 变成主要更是反对台独的冲击政治理想 把我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分析方向 排除干扰 克兹前期 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夏立严则表示 两岸过去七年来和平稳定发展的方式 获得两岸人民和国际社会支持 过程中以沟通合作代替对抗 让两岸关系达到66年来最稳定的阶段 而这些年来两岸互动得以正常展开 就是因为由九二共识做基础 两岸之间有历史遗留问题 也有交流衍生的新问题 对事情的解决无法一蹴而就 维系台海和和平是双方共同的任务 我们相信事不为不成 两岸情绪越明显复杂 越需要在既有的机制下 务持沟通协商 越有争议 越需要实际建设性的对话 才能拉住运营 交予公共 夏立岩在致辞时 还当面邀请张志军在适当时机赴台访问 张志军与夏立岩这第二次的会见 传递出的讯息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行稳致远 虽然此次会见没有首次那样的新鲜度 但目前两岸关系正处于新的重要节点 双方都认为应该持续的扩大互信 深化交流 而大家都关心的两岸经济合作重头戏 能否再下一程 应该来说 两户贸易协议则是下一个协商的重要指标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东南卫视记者 广州报道 今天下午 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夏立岩率反问团一行 拜业广州黄花岗72列师母 并向黄花岗列士鞠躬 敬献花圈 夏立岩感叹说 黄花岗起义虽然已经过了一个世纪了 可是我们没有一天会忘记这些先烈先贤 牺牲生命 抛头颅 撒热血的这种精神 再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消息 国民党换柱风波 本周六即将见分晓 今天下午 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 废纸红秀柱2016提名的提案 这也将成为周六国民党临时党代会的唯一讨论案 国民党主席朱立岸当场向红秀柱深深一居功道歉 而在昨天 他还给党代表发了一封公开信 称赞红秀柱勇敢真诚 承诺2016 他会勇敢的承担 我们来看东南卫视驻台记者发会的观察报道 在给党代表的公开信中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 召开临时党代会是痛苦 却又不得不然的决定 也对党员和支持者 以及红秀柱表达最深歉意 朱立伦写道 2016选举是国民党生死村亡关头一战 期盼大家共同努力 让临时党代会顺利召开 自己也一定会勇敢承担 努力尽前带领全党争取胜利 我们还是要表达我们对红会员长最高的歉意 道歉不道歉不重要 我觉得遵守制度比较重要 红秀柱13号晚间发表声明表示 他会尊重临时党代会的决议 但不代表他认同其程序的正当性 他需要的不是起立道歉 而是民主制度能否在国民党真正的落实与展现 当晚红秀柱还在社交网站脸书上 提出最新的注解日记 感慨自己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竞选时 不知党内高层已有换柱之意 他满怀花木兰之志 没有想到却遭和岳飞同样的处境 自举间表露委屈和讽刺 尽管红秀柱满腹委屈 但是国民党2016珠上红下的大局基本已定 现在外界非常关切的就是 国民党究竟要如何安抚红秀柱 就有人提议可以把红秀柱列为不分区民代 对此朱立伦明确表态说 这种传闻对于红秀柱来说是非常不礼貌的 而对于国民党的换柱风波 蔡英文则是表现得相当不以为意 民进党2016参选人蔡英文 13号宣传自己新书鹰派 首度以失败者形容四年前败选的自己 但面对国民党对手本周六可能换人 蔡英文认为岛内民众并不关心这个 只希望换党执政 台湾2016选战看来基本上要回归英伦大战了 也就是朱立伦和蔡英文之间的较量 就有台湾媒体分析 经过这一轮换柱风波 朱立伦很可能会集结 2016参选人党主席以及新北市长三合一身份迎向选战 但是副手问题 蓝影整合以及代职参选利弊等问题 都将使得朱立伦愿意承担这一仗无比艰困 我是爱科主 现在台湾 下面话题我们连线台北演播室 张磊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清零 就今天的话题台北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解读 一位是时事评论员张有华先生 有华大哥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实践大学江明清教授 江教授好 张磊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建议废纸秀柱提名的提案 那么这也会成为17号党代会唯一的讨论案 因为现在国民党中央发给党代表的开会通知上 就已经注明了这一条 本次会议兴致特殊 不受理出席人一般的提案 为什么要加上这一条张 张大哥 其实国民党内部从马英九 吴敦义 王金平 到朱立伦都确定了一项原则 这次林权会的召开 他们只处理如何撤换红秀柱 让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出征 所以就是一般的提案 就是他不受理 那所谓的一般的提案 像包含有人会提 朱立伦红秀柱配 或者是朱立伦某某人配 或者是红秀某某某人配 用意识干扰的程序 去针对林权会所讨论的议案 进行反击 所以国民党就为了避免这些反击 影响团结 进而造成国民党的分裂 所以他不支持一般性的提案 我们看到这个开会同志上很有意思 他还特别提醒会场内请勿进行 与会议主题无关的活动 而且报道方式也是 要按照出席的同志所属的党籍 采用团体报道的方式 这个团体报道方式到底有什么讲究 教授 要求团进团出 避免节外生枝 他的目的就是有效管理 让这个人数能够有效的控制 不会造成国民党这次林权会 人数不足 甚至有人如果说要提出权力问题 或者是程序问题 除此以外 团进团出还有个好处就是 每一个的责任区域在哪里都可以控制 现场如果有人不鼓掌 或者是有什么不同的声音 你别想浑水摸雨 那个责任的归属 都在哪一个区块都非常清楚 现在看起来国民党这边 红下朱上是决定了 那么朱立伦对上蔡英文 再次上演英伦大战 民进党这边又是什么样的反应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带您继续关注 欢迎回到由潘满食品独家居民播出的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张磊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记得上一次朱立伦对决蔡英文 是2010年的新北市长选举 当时是赢了蔡英文11万票 那么这一次蔡英文又可能碰上朱立伦 昨天蔡英文对此回应说 现在国民党换谁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换党 那蔡英文说的好像很轻松 叫说蔡英文现在是不是一种鸭子划水 表面上看起来若无其事 实际上底下的拼命努力要打猪呢 朱立伦究竟在蔡英文心目中有没有分量 坦白讲我们都说 好要别人夸 养要自己抓 你只要看看民进党 从朱立伦如果真的被国民党提名 做后选人之后的反应 就可以知道蔡英文阵营对朱立伦在不在乎 非常重视 如果对这个洪秀术的方式还是一样的 拿来对朱立伦的话 朱立伦不完全不放在心上 反过来说 如果绿营等到朱立伦确定被国民党提名以后 是用诚信 用朱立伦过去再 以及你自己为什么要私信新北市民 说你不选 你要做好做 来质疑朱立伦的话 那表示蔡英文对于2011年输给朱立伦这一战 仍然心有余悸 会担心朱立伦 让这个死灰再度复燃的可能会出现 所以我想只要从绿营 在朱立伦确定提名之后的反应 我们就可以当作一个探测的温度计 知道朱立伦究竟在绿营心目中重不重要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解读 现在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 清零 好的 谢谢台北远博士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饭卖视频 独家居民播出的海峡金干线 虽然远隔重阳 但在英国有不少中国元素 中国城 孔子学院 牛顶大学 中国研究中心 九九城发表 走进英国小学课堂等等 都是中英友好的纽带和见证 节目的最后 我们通过一座照片 来感受英国的中国风景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